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经过前两期视频的教学 你应该对无人机的飞行有一定的了解 那现在的话这期视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如何让你的无人机飞出 就是片头的那种感觉的一些运镜 或者是飞出比较有感觉的一些 就所谓的大片的这种风格 那虽然这款设备它带有很多的智能模式 你可以一键去选择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练习一下 怎么手动去完成这样的一些运镜 这样的一些拍摄 为什么 因为不可避免的情况就是 你飞上去之后 比如说你捕捉到主体拍摄对象之后 有可能它在环绕 比如说环绕飞行过程中 它有可能会丢失目标 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就是一个废片 你没有办法使用 你得重新来 那如果你会手动模式的话 会节省很多时间 你可以上去之后直接开始拍摄 那怎么样具体去操作你的手柄 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具体来告诉你一下 好的那基础篇会给大家介绍就是比较基础一些运镜方法 就是你的手柄该怎么去操作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最简单的就是大家直来直往 那就是直着前进 就直着向前推 直着向后 然后直着向左平行移动 直着向右平行移动 那这样的一些操作来讲的话 就唯一对玩家的要求就是速度的一个控制 那不能十块十满 那你要得到一个非常流畅的运镜的话 那你必须要保持自己的这个往前推的这个速度 那具体操作的话 因为左边是升降旋转 右边的话是前进后退向左移向右移 那之前给大家也讲过 这边的话就用你的这个手柄的右边来做这样的操作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也是同样的平行移动 前进后退左右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会给你一个比较有趣的画面 就是这个拨轮 那你把它往下 就是把你的镜头拨到90度垂直向下 那你可以得到一个就是俯瞰大地的这样一个镜头 那这个镜头的话 你只要把它构图做好之后 你得到画面也是很好看的 保持镜头向前或者向下 那你可以选择上升下降这样的镜头 那比如说有一些树遮挡住你的时候 你可以镜头向前 然后向上升起 那会得到一个突然视野变开阔的这样一个感觉 那这个是有前提条点 就是必须前面有遮挡物的这样情况 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最后两个印镜的话就是在基础的教学篇的话 那就是一个是向后退 就是你的这个摄像头是比如说是对着你自己 但是你的这个无人机是向后退 然后升高 这样一个感觉会给到你就是离开这片大路 然后看就是你整个这个拍摄场地的这样一个感觉 也是非常棒的 那具体的操作呢是无人机向后退 那你就是这边的摇杆向下 右边摇杆向下 然后升高 左边向上推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无人机就会 向后退然后慢慢升高 这个感觉就非常棒 这个是大家应该基础的部分 一定要学习到的一个用镜 那第二个印镜的话就是前进下降 那这个也是一种电影里面我们常用到一个手法 那同样的操作反向 前进右边手柄向上推 左边手柄向下 然后他就可以往前进 然后无人机是往下这样的一个镜头 然后现在给大家介绍就是稍微进阶一点的一些运镜方法 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你的无人机前进 然后镜头慢慢向下 这个的话就需要你去做一些练习了 因为就是你在前进的过程中 右边前进往上推前进 镜头向下 拨轮往这边拨 那这个过程的话为什么需要你去练习 因为比如说你在前进的过程中 然后你的镜头突然很快的下降 就是你还没有去要对到你要拍摄的主体的时候 你的镜头已经往下了 那这个就错失掉那个时机 或者就是你的镜头过慢就是你飞的太快 然后镜头慢慢下降的话 你已经飞过你要拍摄的主体 然后镜头才开始往下你也会错过掉 这个需要大家去练习 那另外就是反向就是你往后退 镜头是已经上下的 那你往后退的过程中 然后镜头慢慢抬起来 那这个过程也是很漂亮的一个音镜 那再来一个的话 同样也是会给到人一种就是你去探索大地 你突然发现这个整个视野变广阔的一个飞行 那就是往前推你的这个无人机的方向 镜头先把它调整到90度上下的位置 那你往前飞的同时镜头慢慢的向上抬起 那同样你也是需要练习的 就是你要抓住这个timing 就是你不能太快不能太慢 如果你是就是只是拍摄一整片踏地的话 那没什么问题 如果你只要拍摄就是很精确的一个主体物的时候 你在拍摄过程中然后镜头抬起的时候 刚好要对住这个主体物 这个时机是要抓好的 下一个的话就是比较困难的一个运进手法 我们叫做环绕飞行 那我也是练习了很久 再给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点的效果出来 那比如说这一段样片 好的这段样片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无人机 它其实你去分解它的动作是 它朝的左边平行移动 那左边平行移动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 右边摇杆朝左 那就是左边平行移动 然后你可以看到无人机的头 是往右边慢慢回过来去看那个小岛的 那你就是朝左平行移动的同时 然后无人机的头 就是它整个身躯朝右旋转 但是这个的话 大家就一定要去好好练习 因为为什么 就你在向左移动的时候 速度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 然后去旋转的时候 这个速度也是自己要去控制的 不然的话 你的无人机朝左飞出去太快 然后你再去转这个头 你已经飞过那个主体了 然后头再转过来你就捕捉不到 或者是你的这个飞行过慢 然后无人机旋转太快的话 就是也是会错过这个主体物 那这是一个 那反向的话就是你朝右飞 无人机的头向左转 那就是往外 朝右飞 右边手柄向右 然后无人机向左看 那就是左边向左旋转 这样一个方式 那这个就需要大家去 续查时间的做一个练习了 那最后两个运镜 这个的话 第一个要讲的 我们叫做低空水面飞行 这个其实不难 但是考验 比较考验新玩家的一个心理素质 就是你一定要在自己 事业范围内 就是你新手玩家的话 不建议你 就是飞到一片里 根本看不见的一个水域 然后去做这样一个操作 在你看得见的一个水域区域内 无人机下降到差不多一米的这个位置 就是目视过去差不多一米 离水面一米的位置 然后再去往前拍 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好莱坞电影的 这种感觉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的话 就是你一定要小心的去飞行 因为如果过低 会造成的情况就是 无人机因为它往前飞的时候 它的头会突然会有点往下降的 这种感觉 因为后面的马达的力量会比较大 那它的屁股会起来 头会往上降 如果太低的话 有可能会冲到水里去 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最后一个的话 我们是叫做 你的无人机 头在向上升的过程中 就是你在向上升的过程中 然后头这个摄像头是往下降 就是我们它在它的一键短片里 我们叫做rocket 就是火箭的这样一个模式 那当然你也是可以通过手动去完成的 就是无人机向上飞 就是左边按钮 左边的这个摇杆往上 然后你的摄像头通过这个波轮 然后让它在飞行过程中往下 然后去对准你的这个主体 当然还是一样的这个时机要抓好 那通过这几个这个运镜的学习 那如果你有时间可以经常去做一些练习的话 你可以得到的一个拍摄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航拍的这个片子的话 就一定是比别人要优秀的 就不会是很枯燥的向前向后的这样一个飞行 那这样确实也没意思 大家看起来会觉得无聊 那希望这期视频一样可以帮助到你 拜拜